卢肇林约630年至680年后 自生之 昊悠悠子 悠州泛阳人 藏任新都尉 后为封闭症所困 头迎水而死 为出唐四节之一 原有吉 以散意 后人吉有悠悠子吉 长安古义 卢肇林 长安大道连辖邪 青牛白马七乡车 欲念纵横过主地 尽便落意向侯家 龙贤宝盖成朝日 凤土流苏待晚霞 白尺游丝蒸绕树 一群蛟鸟共提花 游风细叠千门侧 碧树银台万种色 富道胶窗坐和欢 双雀联蒙垂凤意 梁家画阁中天起 汉地金晶云外直 楼前相望不相知 莫上相逢聚相识 借问吹枭相子烟 曾经学武度方年 得成笔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 笔木鸳鸯真可献 双去双来均不见 生增障额绣孤鸾 好去门帘贴双雁 双雁双飞绕画梁 罗维翠备玉金香 片片行云灼蝉亦 鲜鲜出月上鸭黄 鸭黄粉白车中出 寒娇寒太情飞衣 交同宝马铁连线 娼妇盘龙金屈兮 玉石府中乌叶提 庭位门前去玉漆 隐隐诸城临玉道 遥遥翠险莫金低 邪淡飞应渡陵北 探完借客魏桥西 巨妖侠客芙蓉剑 供肃昌家陶礼西 昌家日暮子罗群 清歌一转口纷晕 北唐夜夜 仁如月 南墨昭昭祭云 南墨北唐连北里 五句三条空三式 若柳清怀伏地垂 家气红尘暗天起 汉代金武千计来 翡翠图苏 鹦武碑 罗如宝带魏君解 燕歌赵武魏君开 别有豪华昌将相 转日回天不相让 义气游来 义气游来排贯夫 专权盼部荣肖像 专权义气本豪雄 清求紫燕坐春风 自演歌舞长千载 自卫娇奢领武功 节悟风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虚与改 西石金街 白玉堂 吉金为剑 轻松在 寂寂寥寥寥 养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 席人居 汉卫六朝以来 就有不少以长安洛阳一类明都为背景 描写上层社会 娇奢豪贵生活的作品 有的诗篇 还通过对比预讽 如 禁 左思 永史 卢兆林此诗 挤用传统题材 以写当时长安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 脱古意 实书金情 全诗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从长安大道连辖邪 到娼妇盘龙金屈西 铺陈长安豪门贵族 征静奢豪 追逐享乐的生活 首巨旧极有气势地展开大长安的平面图 四通八达的大道和密如珠网的小巷交织着 次巨急入街景 那是无数的乡车宝马 川流不息 这样简静的总提纲领 以后则撒开笔墨 自似汪洋地加以描写 预念纵横 金边落溢 龙贤宝盖 凤土流苏 珍如文衣落霞 书卷绚烂 这些执金边呈预年 车势华贵 出入于公主地宅 王侯之家的 当然不是等闲人物 纵横 可见其人数之多 络绎不绝 那追欢逐乐的生活节奏是旋风般的急速的 这种景象从朝日出生到晚霞江河 二六时中无时获矣 在长安 不但人是忙碌的 连景物也繁复而热闹 写游丝是白齿 写娇鸟则成群 张字贡字 具显闹事之闹意 写景具有陪衬之功用 以下写长安的建筑 而游花带出封蝶 呈封蝶游棕带出 常人无游见到的宫进景物 笔致灵活 作者并不对宫式结构全面铺写 只展现出几个特写镜头 宫门 五颜六色的楼台 雕刻金宫的荷花图案的窗帘 是有金缝的双雀的宝顶 使人通过这些接连闪过的金碧辉煌的局部 盖建壮丽的宫殿的全景 写到豪门地宅 比调更为简阔 梁家画阁中天起 其是巍峨可比汉宫同住 这文采飞动的笔墨 纷至踏来的景象 既令人目不暇接而心花怒放 于是 在通渠大道与小街趋向的平面上 矗立起画动飞檐的华美建筑 成为立起的大舞台 这是上层社会的极乐世界 这部分花不少笔墨写出的市景 也构成全师的背景 下一部分的各色人物 仍是在这背景上活动的 长安是一片人海 人之众多 竟至于 楼前相望不相知 墨上相逢聚相识 这里 豪贵娇奢 辖血燕也 无所不有 写来构桥的 作者对豪贵的生活 也没有全面铺写 却用大段文字 写豪门的歌儿舞女 通过她们的情感生活 以盖建豪门生活之一般 这里有人一见钟情 大听得那仙子弄玉般美貌的女子 是贵家舞女 引起她的热恋 得逞笔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 那舞女也是心领神会 笔墨鸯真可献 双去双来均不见 生增障额绣孤鸯 靠取门帘贴双燕 借问四句与笔墨四句 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 是一唱一和 男有心女有意 笔墨鸯双燕 一连串做双成对的事物 与孤鸯的对比 何此死不献仙 真可献 好取生增的果决反复的表态 即写出爱恋的狂热与痛苦 这些专写男女的诗句 诚如近人闻一多赞叹的 比起相看气息忘君怜 谁能含羞不肯前一类病态的无耻 虚弱的感情 如今这是什么气魄 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通过对舞女心思的描写 从侧面反映出 长安人们对于情爱的渴望 以下以双燕为隐 写到贵家歌姬舞女的闺房 挪为翠背玉金香 是那样的香燕 写到他们的书装 遍遍行云浊蝉意 鲜鲜出月上鹅黄 是那样的妖娆 寒娇寒泰情非依啊 打扮好了 于是载入香车宝马 随高贵的主人出游了 这一部分结束的二句 妖童宝马铁莲前 倡妇盘龙金屈兮 屈兮指克隆文的扭环车室 屈兮同屈虚 于首篇《青牛白马七香车》回应 标志对长安白昼热闹的描写告一段落 下一部分写长安之夜 不再涉及豪门情势 是为让更多种类的人物登场表演 同时 从这些人的享乐生活 也不难推之豪门的情况 可见用笔繁简之妙 第二部分 从《玉石府中乌夜提》到燕戈赵武卫军开 主要以市井昌家为中心 写形形色色人物的夜生活 《汉书朱博传》说 《汉书朱博传》说 《长安玉石府中百树上有乌鸦七夕数以千计》 《史记吉正列传》说 《宅公为庭位》 《宅公为庭位》 《罢官后门可罗雀》 这部分开始二句即活用典故 《乌夜提》 与《隐隐朱成林玉道》 《遥遥翠险墨金堤》 写出黄昏景象 表明时间进入墓业 《雀玉期》 则暗示御史庭位一类执法官 门庭冷落 没有权利 叶长安最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这里有邪弹飞鹰的浪荡公子 有暗算功利的不法少年 汉代长安少年 有谋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 行动前设赤白黑三种弹丸 摸取已分派任务 故称探丸借客 有仗剑行游的侠客 这些白天各在一方的人气味相投 似乎邀约好一样 夜来都在昌家聚会了 用陶礼兮指昌家 不特因陶礼可遇艳色 而且因陶礼不言下字成熙的成语 暗示那也是人来人往 别有一种闹热的去处 人们在这里迷恋歌舞 陶醉于纷纷的口香 拜倒在紫罗裙下 昌门内北塘夜夜人如月 似乎青春可以永保 昌门外南墨昭昭祭祀云 似乎门亭不会冷落 这里点出《从夜到朝》 与前一部分《龙寒二句》 点出《从朝到夜》 时间上彼此连续 可见长安人的享乐是 夜以继日周而复始 长安街道纵横 市面繁荣 五句三条三式指各种街道 而昌家特多 南墨北塘连北里 基成社交中心 除了上述几种逍遥人物 还有大批进军军官金吴 玩乎职守来此饮酒取乐 这里是各种货色的大展览 史记古迹列传写道 日暮久兰何尊促作 男女同席屡系交错 背盘狼藉堂上竹灭 罗如金姐微闻相择 这里 罗如宝代魏君姐 即用其一二字灭暗示同样场面 故时燕赵二国歌舞发达且多佳人 故又以燕歌赵舞即写其声色娱乐 这部分里 长安各色人物摇镜头式的一幕幕出现 通过五句三条的弱柳清怀 来供诉尝加讨礼稀 诚然 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 但这癫狂中有战力 堕落中有灵性 绝非贫血和维米的公体师 所可比拟 第三部分 从别有豪华称将相至 即今为贱轻松债 写长安上层社会 处追逐难于满足情欲而外 别有一种权利欲 驱使着文武全臣互相倾压 这些被称为将相的豪华人物 权倾天子互不相让 冠夫是汉武帝时将军 因与窦英相结 十九骂座 为丞相武安侯填粉足诸 萧和为汉高祖时丞相 高祖封功臣 以其居第一 武臣皆不悦 一气二聚 用此二点 泛指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相互排斥 清亚 其得意者交横一时 而自为富贵千载 这节的清求紫燕 坐春风 自言歌舞长千载二聚 又与前两部分中 关于车马歌舞的描写呼应 所以 虽写别移内容 而彼此关联勾锁并不游离 自言而又自谓 则讽自足 以下趁势转折 如天际下坡 捷物风光不相待 桑田碧海虚于改 西时今皆白玉堂 即今为见轻松载 这四句 不为就豪华将相而言 是一举扫空 前两部分提到的各类角色 恰如清 沈德前所说 长安大道豪贵娇奢 辖邪燕也 无所不由 自避宠而辖客 而金吾而全臣 皆向昌家游素 自为可永保富贵矣 然转顺沧桑 图存虚目 四句不但内容上 与前面的长篇铺序 形成对比 形式上也尽喜早会 语言转为朴素了 因而此彩亦有浓淡对比 更突出了 那扫空一切的悲剧效果 文一多指出 这种新的演变说 这里似有劝白讽一之弦 而公体诗中讲讽刺 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 第四部分 即莫四句 在上文金启纵向对比的基础上 在做横向的对比 以穷愁著书的阳雄字矿 与长安豪华人物对照作结 这里险见左思 集集京城内一时影响 但左诗八句写豪华 八句写阳雄 而此诗以六十四句篇幅写豪华者 其内容之丰富 画面之雄伟 细节之生动 都远非左诗可比 末了以四句写阳雄 这里的对比在分量上似不称 而效果更显著 前面是长安市上轰轰烈烈 而这里是中南山内济济寥寥 前面是任情纵欲 倚仗权势 这里是清心寡欲不目荣立 而前者生名俱灭 后者却以文明流芳百世 独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席人居 虽以四句对六十四句 自有 畅垂虽小压千斤之感 这个结尾 不但在迥然不同的生活情趣中 寄予着对交涉庸俗生活的批判 而且带有不欲于使者的愤慨寂寥之感 和自我宽解的意味 它是此诗的归去所在 七古中献出这样洋洋洒洒的巨制 为出唐前所未见 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两汉的地精赋 在出唐 由于都市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诗人接过汉复的题材 创作地精诗 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同类的作品 还有洛宾王的地精篇等 这首诗更好在感情充沛 力量雄厚 它主要采用复法 但并非平均使力铺陈始终 而是有重点有细节的描写 回环照应 降略得宜 而结尾有颇具性意 耐人寒勇 它一般以四句一幻景或一转意 诗运更迭转换 形成生龙虎虎般腾戳的节奏 同时在转意幻景处多用连珠格 如 好曲门连贴双雁 双雁 先先戳越上压黄压黄 或前分后总的附踏藏地句式 如 得成笔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仙 笔木鸳鸯 北塘夜夜人如月 南墨昭昭祭寺云 南墨北塘 意气由来排贯夫 专权叛部容肖像 专权意气 使意幻磁连 形成一气到底 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 这样 就结束了沉随 音响实乖 节奏未斜的现象 以便而精华流量 一阳起伏 西斜工商 开河转换 贤重恳庆 所以 胡英林极口赞叹道 七言长体 急于此意 虽然 此诗词采的华艳复善 有有六朝余席 但大体上 能服从新的内容需要 前几部分铺陈豪华 故多利据 结尾纵横对比 则转轻词 所以不伤于服宴 在弓起 于风上翅的出唐诗坛 卢兆林 放开粗豪而圆润的嗓子 唱出如此歌声 压倒那四面细弱的虫吟 在七股发展史上 却是可喜的心声 而就此尸体本身的 艺术价值而论 也足以使它被誉为 不费江河万古流的 本文作者周孝天 朗读白云出秀